他也是多人劍的青鋼瘾 前面补好每一个刀 每个刀补 不要给他换血 开G3把直接拿下好吧 打性感也我最近不想给他换血 我感觉跟他换血很容易被抓 把我头先打断 打断就给他打断 谢谢兄弟送的粉丝牌 谢谢兄弟 这B分大师我不随便打烂牌 有手就行 前面给他换血池 谁比较别换 这皮肤一般打感觉 我这把 这么猛吗 这铁子这么猛呀 还行 我撤退了 我跟他换血完全不赚 你们知道吗 但是没事 这把我 这把我绝对打爆弹 好吧 可以往上好准远 B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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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 这种 B把先热热手 先热热手 先把手感 玩起来先 那交易我再败 没事 第一把都说了 第一把就 热热手就好了 就当热热手 要不然 待会就杀起来 应该把他q了 死不了 应该已经要闪了 这波可以死 为什么说我这波可以死呢 反正我 他交了闪现了 我这波回家 把上面中场也没可以杀 自信的话就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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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打这个 应该已经不常见了 你要被他捶的 不会吧 还来 这波还来过分了 组练度不高可以 带跌行的话 不是带增不准的话可以 可以变厉害 可不可以慢推进去吧 先慢推进去就好了 他去支援了 谢谢卡神吸血鬼送的粉丝牌啊 谢谢兄弟放手 我在天宫的话 我就前面难受一点 说过前期就好 他没有回家的 他这波要走上去路线 等他A小兵的时候 我不能A塔 我A塔会把他踢到 我只能让他A小兵的时候 他这波先动手了 他这波不动手 我把他杀了 他这波直接 死血 这怎么这么狂啊 木中无人啊 他这心肝炎 一分大四彩 这么狂 打了黑色玫瑰了 打武器的话我是在天宫吧 打了黑色玫瑰了 够了126 这波他们要炸 拿这个就行了 我本来想泡沙子 没泡到 我偷钱再偷他一套 好喜欢直接踢我啊 我看他 我看他三次波应该吃完药 他应该没回家 他确实没回家了 他应该会推着不限吧 算了不挂了 这个1我得捏着 他不交1我不交1 卡影来了能杀他 我好像不用闪出去的 我傻逼了 我脑残了 浪费了自己的闪现 我怕我没走出去后面 这波保一下 他找一步下落 OK 我准备了我都能杀一个 追就不能随便打 他把我踢下来不把卡莎给杀了吗 他把我踢下来不把卡莎给杀了吗 我在想 我去盛生 他把我踢下来不把卡莎给杀了 他把我踢下来不把卡莎给杀了 他把我踢下去 我又想着卡莎怎么办 给他刺两次入城没什么 摸完 摸完马拉摸完 这波不要打下 打下打下 等他补后盘小兵的事 等他补后盘小兵吧 冷天宫吧 他这波子不敢逼我应该 等小Q 等小Q 弄走 然后再重过去杀他 先把个W躲一下 再见 我去小秀的金刚眼 差点把我秀了 大师仔还是留点秀的大师仔 他如果没打 有打的话我确实也不敢这么上了 杰斯的Q闪现很难躲的 没有吧 杰斯的Q感觉四个位移都很好躲 杰斯的Q 自信的话没法都可以带征服者 杰斯的Q 本来就是很好躲的 我感觉折 杰斯的Q太好躲了 杰斯的Q太好躲了 他拆整眼 还拆 拆 还拆 追脚 跟追脚把我踢到了 他追脚把我踢到了 这把我们下路炸了 这把我们下路炸了 他死了 他能走 我直接吃键盘 他没闪的 打卡币我都是带头衔的 打卡币我都是带头衔的 无论打什么卡币我都是带头衔的 还好 还要玩色 来人了 要不是飞过来 你还能敢飞 他后面这个呗,你让我咋办 我靠清高点的,不是我靠那个 炮一丁的炮空了,走这波 等下我全都杀,这波我全都要留下 可惜了,炮清高点的炮好可惜啊 那样子空了 这虾子Q挺好躲的 OK15分钟两剑套,再把装备 他应该还要带上路的 带完了不行 动手 来交易我们再交易 DN杀,DN杀带走,然后这波把塔拆了,要看下路,留个DP看下路 暂时先不用下去 他们那里四打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波先把上路的塔拆了 我们现在能穿短袖吗 我觉得我这个体育是防不了 这波看一波中路了 整个大清雨,然后现在的话整个表 然后这波直接踢这里,踢这里然后等这个包过来,他们直接包过去 好像踢远了,队友上太快了 不过问题不大,这波我们能收割 他走不掉了 要把小虫救到塔的位置 他如果掉了,掉了撒陷就死亡场 OK,然后这波直接推中路 打不过,职业哥太厉害了,主播怎么打得过 主播怎么跟职业哥比啊 走了吧,稳一点 可以拆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还是稳一手 稳一手会好一点 再见 没关系 给我被贴子 韩国人玩截止就是美汉 韓國人玩結束就是那一攤 直接給他拿一發盲炮 實際上這個裝備,這把發育合格了 確實合格這發育 打個河蟹,打個河蟹這麼多重 確實打野的話,暗勝才能說我是吧,沒這麼吸的話他可能會說我 但是他看我上路打推幅是這麼大的,他沒說我吧 推波中路,推波中路我這波有塊屌,隨便衝給玩意 推推推 我現在一炮他們卡莎就頂不住了 等他出來先給他轟一炮的時候 讓他追一下 追一下主播的意大利炮的傷害 感受一下 衝嘛衝嘛 不好衝,這魔衣的塔要大了 剩下儒帶劍 有,放不倒了 再次回合 主播的意大利炮 有,這個隊友會在挑戰 有,不,這個地方 不,這個地方 是個最低,我最低 就是有,這個,我們也有 在這個,我們也有 我們有,我們也有,你也有 在這裏面上有一個角度 我們有,我們有個角度 我們有,我們有個角度 在這裏面上有一個角度 他們 這盞吧 不回 這盞子很小把他這個 通了 喜歡帶 你還真敢吃吃奶啊 你还真敢踢回来帖子啊 没错啊 我有这个表随便秀他的这波 他就在后面回来踢我 这波就是想拿这块表秀他的 我刚好我要回家出圈哥了 这块表没地方用 他刚好就拿块表烧一波吧 就斗一波的金刚一波 中国的 中国的剑技款力很厉害 那种 这种单代的英雄 那种单代的英雄的话是 是中国的厉害 博服的厉害 韩服 韩服 那些哥们完全不错 他焦率在排断 要 哎哎哎 难连了 要杀那个瞎子 让他吃 吃一下意大利套 套他不是很痛 韩国喜欢玩长手 冲又行了 这波 可以死一次 问题不大 诶 这卡莎为什么没Q到啊 我那下砸下去应该能把卡莎砸到的 为什么没砸到 他卡 他这波没砸死他 他打了我挺多伤害的 OK 二十二分钟神装 这波只要不给对面打龙都没事 我去 我们这波把赏心给送没了 为什么呀 直接全赏没了 肉结石 肉结石我就不玩了 暗肉的话还可 不是 我们就冲了一波悬赏就没了吗 对面就剩一座门牙了呀 这经济是怎么换算的 对下我的意大利套 我说一把意大利套直接给他们堵住 直接把他们人堵住 直接把他们人堵住 冲就丢了 感受一下我的意大利套 要回家吗 我觉得冲就完事了 这波维哥都吃上了 直接猛冲 哈哈 完了 炸了 我这波刚开始熟了 刚开始我应该好像打伤害的 就是卡在地面阿住的时候我熟了 这家子把我踢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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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应该上了 刚开始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应该上了 这也先想打 算了 这人不换了 装备的话就这样了 再重一波对面也结束了 装备的话 装备的话才50秒 50秒 到这个时候我就不买这个尾哥了 我觉得如果这波输了的话 下波至少装备掉了 还能换个装备 打船长就是带我现在这一套 开充了 我现在一大力炮的伤害没有那么充足了 这边装备出 偷袭来了 你看我现在炮人都有点炮不动了 我觉得直接团吧 还要稳吗 直接给他们一波了呀 我这边有春哥 冲我给你开交通门 然后再轰一炮这边 卡利尔没死 硬线给带过了 卡利尔跟张良没 张良现在挺烦的 OK 拿下了 先把门要拆了 马门要拆了 卡杀出来也不怕他 卡杀出来也不怕他 我不想要这个收集者了 我感觉好没用啊 我收集者换了吧 我真的觉得好没用 白把青龙刀 对啊 好几波我那个收集者都没给对面收集掉 我觉得没什么用 不如整点CD 整点移住直接开冲 不如整点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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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整肉了 整输出就行了 你整个攻击力会给你 运行太下方抗的 拍下了吧 可以拍下了 陪我打团 陪我空击炮 去边调不住了 现在给他 给对面来个一大利炮 带来一把 勾一个够完 其实我觉得这波不是很好打 这边这把的经济不低的 我现在有点炮不动人了 我现在破到这个脸 不是可以Q两下吗不行啊 这个出两下应该不行 多蓝盾肯定是没有用的 破盾刀还行嘛 刚才如果出破盾刀的话 OK